在台灣的醫生裡面 我敢說這樣 我有幾個特色 就是說 沒有人生死比我看得更多的 因為我每天常常看這個 我常常想說這應該會活 他怎麼會死掉 我說這個應該不會過關 他意外活了 我最大本領就是忍受不確定 到過50歲以後 慢慢才知道說 人就是人 他人有七情六欲 他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 他是在社會中的一個人 他有家庭有什麼 所以慢慢又看到了 病人跟病人旁邊的人 什麼是對的什麼錯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沒辦法解決 你們都知道這個對這個錯 為什麼他沒辦法做 當然大家也講不出理由 所以好像 我們在台灣社會 缺少一個說國王沒有穿新衣服 那個小孩 各位觀眾 我是今天TVBS看板人物 柯文哲的意思 未來的一個小時 我要講什麼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還不曉得主持人要問我 不過不管如何 你們都可以看到最真實的我 謝謝 歡迎 歡迎台大柯文哲 柯醫師 很多人稱你為柯P 歡迎來 歡迎 請坐 我們平常在這個店上 看到很多麥克風圍著柯醫師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 可以單獨聽柯醫師來分享你的故事 歡迎你 好 謝謝 柯醫師 柯醫師 訪問你 主持人要有哪些心理準備 也許有講話太直接的 你要遇到那個太直接的回答 有時候會受不了 是喔 那事後要剪掉呢 還是讓你盡情發揮 應該是你們公事可以忍受就可以了 你是一位非典型來賓 在我心中 從開始接觸媒體 然後大家會在很多事情上 問你的意見 包括醫療制度 包括個別的醫療事故 或者是 到後來變成醫院裡面的政治 台灣的社會生態 這段時間有多久了 就是大家很多事情 會想聽聽柯文哲怎麼說 在你印象 我也不曉得 反正大概 應該很久了吧 應該一兩年了吧 反正我態度是這樣 人家問我我就回答 我也沒有什麼要躲的 所以 不是 時間上可以 人家記者要問 我就給他問 所以應該 應該大部分的記者都喜歡我 有話就直接回答吧 所以你從小到大 這樣講好 因為小孩子的個性 都是比較天真 比較直 在你入社會以後 念大學 當兵入社會以後 你發現自己講話非常直接 而且你不太會顧慮 別人會怎麼樣想像 或觀感的 這種個性 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是 有這種特殊個性 對 因為 上你的節目 我還在看一看那個題目 我在想 其實仔細講話 還想一想 我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 因為我是長子長孫 我發現我小時候 我祖母要花押稅錢 我是一個人獨得十塊 然後我弟弟妹妹兩人合得十塊 因為長子長孫 上一代叔叔伯伯很多 那個阿姑姑 後來我小時候就是 那種重心圍繞的 而且我當學生 一開始就是第一名 都是全校第一名 所以後來想一想 我從在家裡一直到學校 後來其實我到台大當外科的時候 因為還是學生裡面 在外科裡面算是表現最好的 所以我的老師 祖父勳那時候也是 也是對我滿特別的 所以你要問我說 為什麼講話這麼直接 我倒覺得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被寵壞 你沒有被壓抑過 就是有人說 跟我不要這樣 有啦 但是那已經到很後面了 已經到過了三十幾歲了 所以我從小學中 初中一直到新竹中學 然後在 還有更小的時候 在家族裡面 都是那種 當大家的寶貝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我這種個性就是 被寵壞 老實講 那你剛剛提到說 你印象所及 就三十幾歲以後 你的社會界裡面 第一次有人 他是奉勸你呢 或者說他是屬於 在行政系統上 是權力高於你的人 奉勸你講話 不要這麼說 可醫師 不過還好 因為另外一個問題是 台大院相對上 也是比較自由 所以 所以我那些院長 好像對我也是 正一隻眼 閉一隻眼 不太管我 大概後來發現也管不了 後來 我到四十歲以後那種想 另外是我的人生哲學 我覺得人活在世界上 就做真實的自己 另外我當年去美國 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候 明尼蘇達大學外科的口號 就是Be yourself 做你自己 為什麼在外科裡面 會有這樣一個 不是啊 我以前去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候 他們那個要每一個 每一個住院士上去報告 要報告一個小時 而且不准講醫學的 不准講醫學 所以有人去報告那個 他在小時候在賓州看老鷹 有人去報告那個電腦動畫 所以我倒覺得是那個滿有趣的一個人生經驗 就是說 你是醫生 但是我們希望說你除了當醫生以外 你還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明尼蘇達那一年 對我影響還滿大的 就是說他讓我知道說 我們可以做自己 明尼蘇達大學那一年到現在的你 你覺得醫生除了我們 因為以我們如果就病患的角色來講 我們最祈求的醫術之外 是一顆一折的心 這樣我們已經很滿足了 可是就醫生這個社會角色來講 明尼蘇達大學 你剛剛既然提到 我相信觀眾朋友都很嚮往 也想知道 你覺得醫生這個角色 他必須要有對人生其他的看法 或者我們講胸襟跟胸懷 你現在的體驗是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醫生 絕大多數的醫生 有個笑話 當年SARS的時候 全台灣的門診下降快要40% 結果那一年死亡率下降 所以有人就開玩笑說 是不是少看醫生 那個唇活力會提高 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大部分的醫生 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病 當然不是要做那什麼心臟移植或葉克膜 當然也許要比較聰明 技術比較高深 其實坦白講 絕大多數的醫生 就細心愛心耐心就夠了 真的 你一般門診的病 坦白講70%的不用來看也會好了 你要聽實話的話是這樣 柯醫生這個節目 一講完 大家接受他的觀念 台灣那個街頭巷尾的耳鼻喉 可要管一半去了 其實你不去看開水喝一喝兩天後 也是會好 細心愛心耐心這三個之間 你覺得對於你自己 從小到大性格來講 挑戰最大的是哪一點 就是你後來必須要提醒自己 努力做到的是哪 我倒覺得還好啦 我倒... 沒有啦 對我來講 這個很多... 人生哲學嘛 就是說... 我想是這樣啦 因為我當外科 後來很快就去 專門做外科重症嘛 就管外科加護病房 所以在台灣的醫生裡面 我敢說這樣啦 我有幾個特色 就是說沒有人生死 比我看了更多的 因為我每天常常看這個 我常常想說這應該會活 他怎麼會死掉 我說這個應該不會過關 他意外活了 所以坦白講 所以說我在媒體上講說 我最大本領就是忍受不確定 因為我常常在30秒內就要決定 要決定他的生死 他已經在CPR在壓了 我不能再等了 我在幾秒內就在決定說 我要放棄還是要救 或是要怎麼處理 另外一個有人有批評說我跳筒 這個我在其他節目講過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你在看這個病人 對不對 突然有一個病人CPR 所以你要頭轉過去 這邊下命令 下命令完跳回來 再繼續講這一床 所以我有這種本領 就可以同時跟好幾個人講話 所以要是跟我不熟的人會受不了 就是說這個好像精神分裂 就要跟你講 轉過頭會跟他講 轉過頭會跟他講 那都不會錯 不然這是長期職業訓練造成的 所以我說我是Window Window就是溫暖的視窗 可以開好幾個視窗 我想一 二之所以對一般觀眾來講 我們人生經驗都有 然後他在我們這個電視劇 各種各樣的創作曲材裡面很多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充滿了張力 跟充滿了你覺得不可能發生的 戲劇性的一個場所 在加護病房也這麼久 你剛提到一點 就是說你看了很多很多生死 所以對於不確定性的 您剛用的是接受 還是忍耐度特別高 我想請問這會讓你變成一個 在生死的情感上特別敏感的人 還是一個特別淡漠的人 我說不是冷漠 就是人家看起來會覺得近乎冷酷的人 其實兩樣都有 就是說你在做的時候 你不允許有任何感情 所以為什麼我的勝率最高 因為我是自勝率最高 像我們葉克膜成功率也滿高 就是說在那一剎那 我是完全理智的 不過是這樣 後來慢慢發現說 你理智到你可以跟兵壞家屬說 真的不需要 對 我頭腦直接跟他講說 這不行 我是滿清楚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但是這樣 後來我當然也慢慢知道說 人就是人作為一個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人最大的弱點就是因為他有感情 但是這樣 我也在生理學上知道說 我的大腦有兩個系統 管情感的跟管理智的 那情感的那個系統 就活化的時候 是讓大腦皮脂是沒有辦法有效運作 所以他沒辦法思考 所以有時候你在跟那個媽媽講說 你兒子出車禍 大概會腦死了沒有救了 你跟他講了五次他還問你第六次 後來慢慢就知道說 這就是 要到一個程度以後才知道說 這就是人性沒有辦法 他就是要問第六次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講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在聽 你要經過一次兩次三次 慢慢才知道說 這就是人性 所以是這樣 其實我從醫的過程當中 就是典型那種三階段 一開始是見三是三 後來見三不是三 後來還是見三是三 因為剛開始當小醫生的時候 你知道 要去看病人 都要先問那個護士姐姐說 他坐在床邊那個人是誰 就是說我們不會看到一個病人 問說旁邊那個是家屬是誰 會想要去搞清楚 可是後來當到名醫以後 你知道 常常就是心電圖上看一看 或是抽血數據看一看 就決定他是什麼病 就不太會去關心這個人 只關心那個病 到過五十歲以後 慢慢才知道說 人就是人 他人有七情六欲 他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 他是在社會中的一個人 他有家庭有什麼 所以慢慢又看到了 病人跟病人旁邊的人 所以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是這樣的 就我個人 當醫生也是三個階段 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跟五十幾歲 還是有經過這個 有看到人 後來只看到器官 又看到人 所以還是有經過三個階段 又看到人 我覺得那個一定是 與生俱來那個悲悯的本性 他在該作用的時候要作用 可平我想問你 當你行醫到了 建山又是山的階段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去行醫 然後到從政 抱著這個建山又是山的 行醫經驗 你覺得你在從政上的心情 我們這樣講過來是什麼 其實我也沒有說 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從政 不過是這樣 倒是 因為像我 我以前是管外科加護病房 其實我最近四年最重要的工作 是設一個急診後送病房 就是說很多病人到急診 大家都不想收 總是有個地方收容它 所以後來就設一個急診後送病房 其實我做了三四年下來 我就慢慢發現說 我就開始感受到 我們這個社會很奇怪 就是說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 大家都知道 可是對的事情沒辦法做 錯的事情一直做 包括那個費用 我發現住我的病房跟住一般內科病房 平均費用少四萬塊 如果比較嚴重的病人會少到十萬塊 當然這個我們經過一番研究的 我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問你 門診的病人比較嚴重 還是住院的病人比較嚴重 會的話當然是住院病人比較嚴重 可是在目前的醫學中心 都是用有經驗的主治醫師 去看門診比較輕的病人 然後用沒有經驗的住院醫師 去看住院比較嚴重的病人 這支援錯字 所以為什麼我的病房費用比較低 因為後來我們用主治醫師 加專科副醫師組成的團隊 比那個住院醫師的團隊 效率就明顯提高很多 效率 因為主治醫師來講 他不用做那麼多檢查 有病人一發燒 他一下子先給他抽個白血球 再做個發炎指數 再測個生化檢查 甚至還做什麼血液氣體分析 甚至連電腦鑽成都做上去了 可是有經驗的醫生看一看摸一摸 他知道這什麼病 他就直接就處理了 所以根本不用做一大杯檢查 可是我去健保局 我也跟他講說 這個一定要解決 我說目前健保給付制度 是Pay for service 做的越多 領的越多 我說這個是鼓勵大家 不用簡單的方法醫好病人 如果在目前醫療體系之下 我用很簡單很有效的方法 幫你治好 我賺不到錢 我要讓你很淒慘 就是很昂貴的治療搞一大堆 我才賺得到錢 還有那種死亡率 你慢慢發現同一個疾病 在不同的時間住院 死亡率不一樣 你在禮拜一到禮拜五進來 死亡率比較低 禮拜六 禮拜天就比較高了 如果是連續假日更高 為什麼 因為假日醫生比較少 所以老實講 你現在連生病都要看時間了 同一個病在不同的時間生病 死亡率不一樣 這個當然要計算說 你在假日或是連續假日 你那個人力要怎麼調配 才可以避免這個現象 這個都有科學數據 其實你去健保局報 什麼你跟他講說 這個死亡率費用 還有跟他講 30日內債出現 就是說你很多理論 你可以講出目前健保制度 這個有問題 結果大家聽一聽說 柯教授 你講得很有道理 但是... 那個但是就但是不完了 所以你後來會發現 在我們這個社會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大家都知道 做對的事情沒辦法做 錯的事情大家都在做 當然是這樣 我們常在想說 我們能不能在一個不對的環境 堅持做對的事 OK 這沒問題 可是這實在是 KK 明南話KK 當然我其實 其實我為什麼在這個社會 會被當作怪咖 就是說 他在一個不對的環境 然後他堅持要做對的事 搞得大家很不愉快 因為你一個 讓大家變成... 照耀鏡啊 照耀鏡 對 大家就不愉快 可是我才在想說 我為什麼能不能製造一個 對的環境 沒有 其實我沒有說 一定要去重振幹什麼 只是說 還是我的想法 為什麼在我們這個社會 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錯大家也知道 可是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做 錯的事情一直在做 所以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我們要解決的 辦了生平第一場簽書會 對柯文哲來說 絕對是個新鮮的經驗 而書中描寫的七滴病房 在台灣醫界 同樣是從零 打下根基的新標的 住這個病房 比住我們隔壁的內科病房 平均每個病人少四到十萬塊 這健保幾戶 為什麼這個病房的效率比較高 2009年 柯文哲受到台大醫院院長 陳明豐托付 一肩扛起 成立七滴病房 這是個燙手山芋 柯文哲話說得直白 按照大破大力的做法 選擇大力新制度 得先大破醫院陋席 當時我就跟我們陳明豐院長講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設一個病房 他的目的就是替台大醫院 擦屁股的話 那只會找到衛生紙 不會找到人才 決定在白色巨塔中 找一道向上提升的台階 是因為柯文哲在病房裡 見過太多 他感慨的黑色幽默 聽起來是個笑話 卻是柯文哲看在眼裡 搞不懂 為什麼始終不解決的老問題 當年被恩師朱樹勳點名 從手術台轉戰術後照顧 柯文哲的醫界生涯 一開始就注定 走一條沒人開創的路 而且要答應也不簡單 因為醫師選擇外國就是喜歡開刀 那要他放棄開刀 我們要來看看 做重症的 有的時候就要 隔在家戶兵門裡面 那畢竟好像不是第一線的那種英雄 所以其實花的時間長 而且又看不到那種 意氣風發的樣子 玉涵給你五分鐘介紹一下我的螢幕 台大人暱稱的奇迪病房 就是所謂的急診後送病房 而柯文哲發起病房革命的第一步 全面電子化 這是我們家的電子白板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些 今天錄像 所以你看傳統的病房都是白板 寫得亂七八糟 可是你說給他 其實你看這個是這樣 他後面都連結那個資料庫 所以只要這邊key完資料庫就出來了 值班醫師等待病床人數 全部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官說電話打來 同樣得乖乖領號碼牌 排隊 為什麼會有黑暗面 因為它不透明 所以說要求要轉床的人 你全部都key進去 每個價值也知道說 我現在排第幾個對不對 有別於其他病房都是住院醫師輪職 在這另一項革新制度就是 住院主治醫師制度 每天我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晚上都睡這個床 我昨天今天早上才 今天禮拜幾 禮拜一 我昨天晚上才睡這個床 許多醫師的老師 跳下來跟大家輪職 在其他病房或許難得 更大的可能是破天荒 我告訴你 現在醫生也很害怕 那個值班會一個晚上六千塊 加段值大家還不想值 所以我國家時代 大家說如果有錢就多錢 大家不是 有錢沒有錢也要多錢 錢買不到的不只是醫術 還有救人的初心 柯文哲的無差別醫術 一句話下注腳 就是不只醫人病 更醫人心 常常有人問我說 你救了多少病人 或是說有哪些 你印象特別深刻 其實對我來講我就是 Do my best 在盡力救這樣 他很認真在拚 那他也很認真在放手 就是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到哪裡 我們有機會要來拚救命 沒有機會要來拚尊嚴 柯P就是這樣的人 交病院總是有人死亡 現在醫療糾紋很多 死亡病人都要糾紋 柯文哲從來沒有 變成死亡 跟他結婚沒有 甚至變成死亡以後 還想他謝謝 這個樓下有在賣嗎 對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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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不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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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的白袍 因為他的無所謂 或許遭受流彈 千瘡百孔 醫生就是救人 所以說剛才就 每次跟學生講說 救人就救人 不要叽叽歪歪的 但白袍後面的柯文哲 總顯得毫髮無傷 我的意思是問你就是說 為什麼你是原理 來 坐 世界上總要有人做法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覺得 你只要跟我久了 都會被我感動 你發現這個人是那種 革命 很熱忱的革命家 革命牺牲了 往往是在後面支撐的家人 走進柯文哲的家會發現 跟家人的合照少得讓人驚訝 這個是我們去北海道度蜜月的時候吧 大概將近有二十年 身在病房像是進入另一個時空 常常會讓人忘記多少年月經過 柯文哲對三個子女的記憶 常常定格在童年 同事當醫師的老婆陳佩琪 說起來淡淡的卻印象深刻 我也像每次情人節 或者一些結婚紀念 我都會暗示她說 你不是要送我一些禮物嗎 她馬上就給我賭回去說 錢都在你那邊 你要買什麼自己去買就好了 清水袋交給老婆 醫院還是得自己衝鋒陷陣 病床邊生死有命 遇上柯文哲 他不信不能扭轉 想到其他柯文哲但求無愧我心 我們對人家好 人家是不是百分之百對你好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99.54 就是說我們對人家好 我們不敢保證 每個家屬都很感謝 每個病人都很感謝 有時候還會被煩咬 但是難道我們為了那0.05 去犧牲掉99.5 這個不必要 柯文哲現在在台大醫院的職稱是 創傷醫學部主任 是台大醫院重症加護醫師 而醫界多數對柯P的認知是 台灣葉克摩之父 所有職稱加深 對柯文哲來說意義或許不大 因為他只專注做一件事 做了這麼多年 一件救人的事 最關鍵的大事 你在急診室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看到過什麼 非常印象深刻的 然後累積起來 你覺得要有急診後送制度 對啊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我有做過研究的 就是說我們還會發表在 今年台灣醫學會雜事 什麼樣的病人會在急診站留人 第一個是生命末期的 就是說他來就 你怎麼弄他都會死 對醫生來講他沒有成就感 就是說生命末期 再來就是巴氏量表低的 就是因為你一個醫生 總醫師收一個巴氏量表很低的病人到樓上 連副理師都跟你白臉色 巴氏量表低就知道他生活功能很差 大家說七十七六 他就很難照顧 一個是共病多 就是說他病很多的 因為目前專科化太細了 所以很難一個醫生就說 他又糖尿病又洗腎又中風又心衰竭 太難照顧了 可是我們看到長者很多都這樣 對 現在問題是 所以有時候慢慢醫生會挑他 做起來他比較有成就感了 比方說他心肌梗塞來 快死了 他給他做訓導管 他就活過來了 病人很感激了 那醫生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收入也不錯 換個支架收入很好 所以慢慢醫生就說 大家在追求個人的成就感 可是問題是 那個就是快死了 他就是要死了 巴氏量怎樣 所以剛才那個黃聖堅醫師 那是我的好朋友 他以前去 他就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說他去雲林 當外科主任的時候雲林婚院 當然那種生命末期的 就特別是簽DN 大家都不想說 他跟我講一個故事 我一直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 有一個肝癌末期的病人 他就被送到急診處 因為肝癌護水很厲害 急診處醫生說 很喘喔 插管 病人的女兒說 我爸爸矮症末期 我們不要插管 醫生馬上罵那個女兒 你不插管 你送到醫院幹什麼 你確定不插管 確定 推到旁邊去 你都不插管不想治療 為什麼要住院 就推到急診室旁邊 對不對 結果病人就在那裡喘 喘了三四個鐘頭 後來急診處醫生想說 哇 這樣也不是辦 好啦 幫你找病房 你打給內科 內科當然不收 內科說 就快死了就算了吧 打給家戶病房 家戶病房說 普通病房都不收 為什麼家戶病房要收 後來他們說 對 那個防針間 外科說不可以拒絕這種 生命末期病人 就給他推到外科去 外科 外科 外科注意事當然很火大 他說這個 這個竟然就快死了 為什麼要收進來幹什麼 就開始罵你知道 後來防針間跟他講說 拜託 這個人家就是很可憐 說一下 其實也沒有做什麼有意義的事 就是床頭搖高三十度 給他放個氧氣 打麻灰兩米里 讓他不要太喘 會拉肚子給他換個止尿布 坦白講 不是做什麼醫療上偉大的事業 病人四個鐘頭就死了 死了住院師就開始罵 你看 就不要收 收下來才幾個鐘頭就死掉 住院病例才剛剛寫完 現在開始寫出院病例 出院病例寫完 那個又變空床 空床要接新病例 就開始罵你知道 後來那個太平間來收屍 退出去的時候 經過護理站的時候 那個病人的女兒 跪下來 跟那個 護理站的 醫護人員磕頭致謝 講了一句話 他說 謝謝你們沒有讓我爸爸 死在急診的走廊上面 這個是這樣 抱歉 對 常常對醫生來講 這個癌症默疾也沒什麼可以做的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女兒你怎麼辦 你爸爸很喘 你想怎麼辦 他就是不小心把他送到醫院來 可是醫生常常覺得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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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 不然插管 你又不要插管 他覺得說 意思是說你到醫院去 好像也不要做什麼積極的治療什麼 大家都 不想理你 可是 可是老實講 對對家屬來講 他爸爸就是很喘 你 你希望他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慢慢醫生你知道 我常常說 我們醫生就只看人 只看那個病 沒有看到那個人 他只說 船就插管 什麼就什麼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說 一個病人他一個家庭 所以這是目前台灣醫學很大的問題 所以 所以坦白講 我設那個病房的時候 最大的特色是 我們沒有拒絕 生命冒期病人 只要你醫療上有需求 我們都收 不過還是那句話 我們沒有要求每一個學生 都變實歪者 所以我現在態度是這樣 我都每次用兩個字盡力 就是說 在你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能夠願意多做一點 這樣就好 我也不要勉強你 我沒有勉強你當黃花鋼類似 就是說你可以 如果還可以忍受的話 就請多做一點 多幫忙病人一點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叫A的N釋放 A的N釋放 A大於1 A的N釋放就無限大 我是說 我們拜託你讓A大於1 A大於1就是我對社會的付出 大於我對社會的奪取 讓A大於1 如果你很聰明 都想要佔人家便宜 A就會小於1 因為你對社會的奪取 多於你對社會的付出 A小於1 A的N釋放很快就趨勁於0 沒有啦 我常常是這樣 我常常說 這有個人的想法 以後的政治人物 也許會更像教主 就是他是一直在宣揚理念 你說麻醉老百姓也可以 就是要讓他相信 要讓他有正面的相信 相信我們這樣做是對人類有益的 台北市政府對他的支持度反而不 不是很好 不要把部價當低的 不要把員工當低的 你是長官 你要讓他們相信 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是有益的 不然他做不下去 不是為了錢來上班 是為了一個夢想 為了一個理想來上班 錢當然還是要賺一點 因為總算要吃飯了 其實我現在對學生 對部價都是這樣 都是用 在你跟學生之間 或是你在台大醫院之間 我確實可以感到剛剛黃醫師 他跟你是有非常深厚的交情 跟共同的價值 你也提到你的學生 因為親身跟你接觸 有一部分 可以受到你的感染或影響 將來你從政之後 這從政人還不只是追求 個人的成就感而已 以台灣的政治環境來說 已經污湊到公民覺得 差差點點點 你的體會一定比我更深 所以從一己之力 在政治上從來沒有看到任何 能夠因為感召 而正面提升的例子 有啊 孫中山不是就是嗎 好 自比為孫中山 孫中山不是一個人在號召 直接把我命題否定 對啊 我覺得孫中山就是啊 要不然怎麼會有人會 會黃花崗這樣去犧牲 我以前去大陸 我真的去過黃花崗 我站在那裡在想一個問題 一百年前的3月29號 中國最頂尖的知識分子 在那個晚上用什麼樣的信念出發了 幾百個人去拿著短槍進攻兩廣總督 清軍是十幾萬 神經病這怎麼打得贏 人因有夢想而偉大 真的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們要相信人類的文明一定是越來越好 這個剛才一開始跟你們那個助理在聊天 我說我們去年看那個北韓金正日死掉 那個老百姓哭得一塌糊塗對不對 對年輕人來講會覺得很奇怪 我看了是滿尷尬的你知道 因為民國六十四年老蔣死的時候 我們也是那個樣子 我要講就是說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你知道 那個小學五年級六年級 10月31號我要做燈籠 要盯牌子 晚上要去遊行給蔣總統祝壽 你現在跟那個學生講 每個人都以為在天方夜談在講什麼東西 我要講的是什麼你知道 其實整個人類的歷史是越來越文明 越來越進化 人心還是 我認為人是越來越好 這個叫正面的相信 要相信老百姓會做好 所以我後來我在研究一個問題 你看阿扁第二次選舉為什麼會輸掉 其實這樣 如果我是當台北市長 我那時候看阿扁第一任 我還會去突擊檢查 要檢查員工有沒有上班 其實不要把部下當敵人 因為不是來抓他有沒有上班 去突擊檢查不對 你要如何讓你的部下有沒有 願意追相信一個正面的力量 然後去努力 所以我倒覺得 所以我後來查過 阿扁在連任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對他的支持度 反而不是很好 不要把部下當敵人 不要把員工當敵人 你是長官 你要讓他們相信 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不然他做不下去 不是為了錢來上班 是為了一個夢想 為了一個理想來上班 錢當然還是要賺一點 因為總算要吃飯 其實我現在對學生 對部下都是這樣 都是用這種方法 講 再講 再講 要讓他相信 你今天做的東西是 阿扁安老實講 你說那個全台灣最錯最爛的病人 你怎麼做得下去 一定落跑的 我也覺得台灣很多問題 在我看來藍綠是假議題 假議題 我們藍綠只看到他們之間的不同 他們忘記一件事情 他們有更多的相同 我八月去大陸 我到大陸到旅社 拿出我的notebook 接上那個 因為我突然發現 Facebook也不能用 YouTube也不能用 Google也不能用 然後那個Yahoo也不通 然後那個 反正DotTW也奇怪 網站都不通 我突然抓狂了 你知道嗎 敢打你這麼知道 我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以前也講過 如果在台灣大學的校園 你訂一個牌子 寫一個什麼 中國統一 然後在那裡大喊大叫 中國統一 你會被當作轟子 你在訂一個牌子寫台灣獨立 在那裡大喊大叫 還是被人家當作轟子 也許有人丟個同班給你 但是你敢訂一個牌子 取消校園網路 你去台灣大學走一圈看看 一定被打了 一定被人家丟石頭 這在講什麼你知道 其實文化是生活的總和 今天為什麼 我覺得藍綠是個假議題 我要打破藍綠 所以我慢慢發現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 人人在造假 人人在收訪 其實那些東西真的是假的 只是沒有人把它戳破 說這是假的 這是國父級的從政想法 我們來看下面這則報導 跟著柯文哲回新竹老家 是難得的經驗 因為連他自己 一年都難得有一次 可以回家重新再吃到 媽媽親自下廚的好料 請進 先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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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要去台北 就等了11點才趕快去 有什麼 不然他如果禮拜 他就要睡得更晚了 我們就去那裡叫一叫起來 這樣就沒人了 當柯文哲還在家的時候 媽媽忙著顧健康 爸爸總有說不盡的欣慰 因為有個當台大醫生的兒子 宛如柯爸爸這一代最大的驕傲 所以我的哥哥代表科家去念高中 念台大醫科 就是我的哥哥 那就老二的我絕對沒有機會 所以柯文哲知道 那個時候爸爸的情形他了解 所以他要替爸爸做醫生 就這樣 柯文哲從小就是父母心中的乖寶寶 當醫生 娶老婆 一輩子都照著父母安排的路走 小學啦 國中啦 高中啦 都也賺第一名 我就不幫你管而已 說得很好 還沒出去玩 人家還要自己打 沒有啦 自己打是 他碎碎的 其實我們人 有時候也是打人也打不到 這次人生急轉彎 柯文哲打算從姓林 一腳踏入政治叢林 老父母緊張到刀刀絮絮 從柯文哲一進家門 就沒停過 你不可以出來算的啦 你不可以出來算的 你不可以這樣啊 你有追你的專家 我相信我的孩子 最後還是拚爸爸的話 我希望是 柯爸爸擔心的 不只是政壇複雜 還憂慮雅思伯格症 深深的影響孩子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 看人臉色 是台大醫學博士 柯文哲這一生 好像怎麼都學不會的 一門功課 我們一個平凡的人 如果是要當一個政治人物 黑白 各方胸 健鋒可以轉動 可是我的孩子太直 太直了 個性很直 那這樣的話 我也是很 不能放心 採訪 採訪現場聽到 柯爸爸 柯媽媽的叮嚀聲 常常讓人差點忘了 眼前的柯文哲 已經54歲 他一直在人生勝利組 或許此時此刻 才是最叛逆的時候 柯文哲念字在字的命運安排 其實就是發生在2011年的雙重打擊 台大醫學偽造我先生OPO的流程 把所有的責任赖給他 陳佩琪自己開記者會來澄清 我一百年三月有在沸線來開刀 那時候開刀 雖然我們都是醫生 不過遇到這種重大的疾病 我還是蠻傷心難過的 因為 柯文哲本以為跌落人生谷底 整支谷底滿布驚奇 同年8月 台大愛滋器捐事件 結論是柯文哲一個人擔所有責任 整兵人陳佩琪也是醫師 滿腹委屈不想吞韌 跳出來抱不平 你看我說 我讓你在外面做事的時間 那麼久也不要求你做家事 結果你拿回來是一個監察院的彈劾 我跟工程會的陳楚文 我怎麼能夠解釋呢 他做錯了什麼 你跟我講我先生做錯了什麼 在一手建立的器官移植作業流程中 跌倒 對柯文哲來說 像被狠狠地甩了一切耳光 夫妻倆自力救濟找真相 反映出兩個人實事求失的性格 血液裡的基因一致 我聽你那時候你在委員的時候 聽到夫人要開機車揮手 很緊張嗎 唉 很緊張 我知道第一個念頭是台大玩的 哈哈 我一旦出來去開機之後 就知道說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你們對 他們不縮手啊 當老婆站上火線 柯文哲選擇先韜光養晦 台大醫院地下四樓 是柯文哲自嘲在延安的堡壘 讓沒有黨籍 卻要投身台北市長選戰的他 有個小地方想清楚 這柯P嘛 哈哈哈哈 這個人家 這個是在藍綠之間有沒有 白色的力量 而且他這個是怎樣 這是台灣野百合 對 不過三人參與這場升旗典禮 不需要華麗包裝 沒有政治語言 跟柯文哲參與選戰的態度一樣 無欲則剛 一派輕鬆 柯文哲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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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不及 欣賞他的人 已經開始搖旗吶喊 柯文哲身上 在原來的白袍外 多加了一件 彷彿以被托付的隱形戰袍 請問現在你們都是自發來參加的 對啊 對 我們自發來參加 就是很欣賞何醫師 對 柯文哲行醫超過三十年 年過之天命 意外的要轉彎了 想要出汙泥 而不染人先塵埃 似乎已經無法避免 沒有 其實真相 慢慢時間久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 講謊話不是很嚴重的事 所以就像真相出來 對那些講謊話人的懲罰也不嚴重 沒有 其實所以有時候 久了就說 這個國家最大的女生公園要入行 是英雄創造時代 還是時事造英雄 答案或許不再重要 柯文哲面對人生難題 解決的方法很簡單 就像他看病開處方一樣 他總想著對症下藥 自然就有痊癒的可能 無論是機會還是命運 柯文哲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隨情萬人仍亦不當官 我以前沒有擺頭髮 我在那四天之內少掉三公斤 頭髮突然擺掉一半 因為那個記者在隔四天 把我照兩張照片擺在一起 我後來才知道 他無止去那個故事是真的 那個 台大艾滋器捐事件 在節目一定要有點時間 我想請教一下柯皮 現在你是放下了 還是就跟這個結果共處一輩子 我跟你講 我是還好 是我太太受不了而已 他一直無法接受說 你怎麼樣還好呢 不是 我跟你講 這是這樣 當然 其實你去看當年的新聞報導 我以前沒有擺頭髮 我在那四天之內少掉三公斤 頭髮突然擺掉一半 因為那個記者在隔四天 把我照兩張照片擺在一起 我後來才知道 吳子虛那個故事是真的 原來真的 我是沒有一個晚上擺掉 不過差不多三天 也是就擺掉一半了 不過是這樣 你想說你好不容易才 挨過去 熬過去 那現在如果重新再鬧起來 那還有一大堆人要被處罰 我想說 對啊 那個 但是我太太就是很不高興 她說又不是你的事 為什麼你要扛 我還罵說 你做什麼事情 一直考慮到外面的人 為什麼不考慮家裡的人 對啊 這件事情他一直對我非常不滿意 我有了困難 我就說我要去控告我的老師 控告我的同學 控告我的同事 你就說你現在如果要平凡你自己的親喻 你唯一的方式是 這個責任要分擔出去 那就形成這個結果 不是 這就是我一直很猶豫的地方 後來發現是這樣 這個案子 就像人家在問我說 你從這你考慮哪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我能不能不被政治污染 一個是我能不能有改變社會力量 那個不被政府污染裡面 有一件事情我到現在為止 我自己都還沒解決 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遭到很多誘惑 比方說 這件事情如果是我們犧牲那個最小的 會保住我們台大院百年 百年機遇的 我們是國家醫院 這樣對我們損傷最少 可是在想說 你們怎麼會想要犧牲這個最小的 你們都知道他是無辜的 當然常常是說 如果我們在一個大帽子底下 去做一件事情 我相信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常常會在一個大帽子底下 去做一件比較殆臭的事 理由都很充複 你也很難反駁他 這個保住台大院 能不能救更多的病人還是什麼 可是怎麼會 其實事實的真相是 人家也不是要害我 是要害那個 只是沒有想到說 柯文哲擋在前面說我負責 但是這個就是我 我也是自己還要再思考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我們將來也會遇到這種誘惑 就是說那種 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們就犧牲 所以後來想一想 這跟江國慶案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奸殺女童人神共分 社會不安 所以趕快找一個人來處理掉 可是你們怎麼會犧牲掉一個 最弱小的人 所以這也是我還在思考的問題 沒有啦 我覺得艾滋事件是這樣 當然我是騙離淋傷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現在感覺是 還好我熬過去了 所以我每次跟他講說 50年後再回來看這個案子 很多黑暗面 很多那種偽造文書篡改兵 亂七八糟的事件 或是說這種推卸責任 我至少有一件 唯一可以感到正面的就是說 有人在最危險的時候 沒有丟下部下跑掉 只有這件還好 我自己是還滿興趣的 我又來想一想 我有通過上帝的考驗 可皮亞 你是在臉書上 對社會議題發表一個想法 然後有85萬人按讚的人 而這個紀錄下來之後 後面還有人按讚 就被注意到 按讚的人數已經85萬了 其實我相信很多 剛剛我們在路邊看到 你根本不認識 那些人是第一次看到你 覺得可皮加油那些人 其實你不需要依附任何一張選票 你很難得在公民社會裡面 你已經有你的信任度跟影響力 你是怎麼樣的 用這樣的一個影響力來 過你自己的每一天 我的意思是說 你當然不是念字在字 我是一個這麼有影響力的人 沒有 反正我的人生態度很簡單 認真的過每一天 快快樂 想辦法快快樂的過每一天 還是要保持一個正面的力量 我覺得我們要相信正面的力量 相信人類的歷史是越來越好 相信人性有向善的一面 人一定有黑暗面 這我知道 但是我們一定要相信 光明的比黑暗的多 所以我們如果讓光明的一面顯露出來 那把黑暗的那一面 把它壓降到最低 相信台灣會越來越好 這個叫正面的相信 我覺得我是 抱持一個正面相信的力量 再過每一天 其實我比較像哲學家 而不像政治家 我很多東西我還在思考 在想到底為什麼台灣的社會會這樣 我還在思考 對我來講 我說為什麼他是學習之旅 因為我去問過那些人 他們為什麼對台灣的證據或這種想法 我去問那些思議員 在你的選區你覺得哪些東西是最重要的 我後來就慢慢就發現那個問題 什麼是對的什麼錯 大家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沒辦法解決 這有趣的 這也是我目前在思考的問題 奇怪 你們都知道對這個錯 為什麼他沒辦法做 當然大家也講不出理由 所以好像我們在台灣社會 缺少一個說國王沒有穿新衣服那個小孩 我就是那個小孩 他沒有穿新衣服 其實如果能夠讓對的事情可以在這個社會做 那其實台灣應該就成功了 今天非常非常謝謝柯P來加油 記得我們剛剛說那句可以做slogan叫什麼 創造一個對的環境 創造一個對的環境 對啊 創造一個 不是 再創造一個對的環境 讓我們可以做對的事 就這樣 這麼簡單 就這兩句囉 加油 柯P 謝謝你 謝謝你 不管在任何角色上 都帶給我們很大的正面感染力 真的 謝謝 祝你 謝謝 謝謝 我來 謝謝 謝謝